歡迎收看環宇全世界 帶您走進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玲 兩岸大事國際焦點 帶您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如果是在YouTube上收看的觀眾朋友 幫我們按讚 訂閱 加分享 也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歡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和我們互鬥 那首先要歡迎到場的嘉賓 第一位是政大外交系教授 黃潰伯方老師 大家好 以及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 莊伯仲莊老師 很高興來到環宇全世界 退役陸軍少將 栗政杰 栗將軍 易立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首先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原定是8月9號到8月11號期間 要帶領50家的日本企業的代表 他們要到中亞的哈薩克 還有烏茲別克來進行訪問 那還會出席中亞五國的首腦會議 個別首腦會議 過程當中會參與經濟論壇的會議 還有一些簽署協定 那雖然您從圖卡當中看到 現在事發突然 因為出發的前一天 日本攻擊線發生了瑞士規模7.1的強震 當地的氣象廳就警告說 未來一周可能是會發生大地震 所以岸田文雄緊急取消了 決定要先救災 先暫時取消這個訪問中亞的行程 好 那這是臨時有事突然取消 原本日方已經對外來公佈 說這一趟行程會提供新的貿易保證金 總金額是3000億日元 為期五年 那日本大動作厚厚蕩蕩要帶50個企業家要到中亞五國 這個舉動橫橫踩到了俄羅斯的痛腳這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帶大家來關心 我們首先要先來關心到這是原本的 是日本中亞在2004年建立對話機制以來 第一次舉行領導人峰會 黃老師請教您這背後的動機 您怎麼看 我們看到日本這樣的動作好像是很突然 但是其實我們如果稍微回憶一下的話 其實日本的領導人岸田展現了他的誠意 也就是他從2022年的暑假開始 一個一個去拜訪了中亞五國 他不是一次跑完 但他分批跑完 他一直在2023年的11月左右 把這五國全部訪問完了 也談好了 就在2024年舉行 我們剛剛講了應該要舉行 但是可能沒有辦法舉行的峰會了 所以日本的誠意其實中亞五國也看到了 特別是日本的誠意後面還有他的銀彈公式 就是我提供這些經濟貸款給你 讓大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這到底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覺得可以分成三點 第一點其實就是很多人都講了 這是日本要減少對於中國大陸 還有俄羅斯的能源依賴 所以日本想要從中亞五國下手 其實這中亞五國之外 其實還有蒙古 蒙古它也有很多的像銀礦 或者是煤礦等等的 而且蒙古也有在中亞來講 也有蠻重要的一個戰略的位子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日本希望 有自己的一個能源運輸的通路 當然跟我們前面講的減少對中俄的依賴是有關係的 但是通常大家把這個教程叫做離海通路或離海路線 日本希望可以透過中亞五國的合作 加上蒙古等等的 有一條屬於自己日本的經濟能源生命線 那最後一個原因當然就是 日本希望透過跟中亞五國還有蒙古的交流合作 繼續推動區域的無核化 因為日本它現在因為二次大戰之後 其實它受到限制不可能成為核子強權 那中亞五國還有蒙古也有同樣的強烈的政治意志 所以日本就拿這個也當成是雙方對話的一個重要的基石 那當然人家會問美國有沒有角色 是 美國當然有角色 日本在一些重要的外交舉措之前都會跟美國商量 所以它跟中亞五國的峰會 當然我剛剛說過不是突然的 但是它要跟中亞五國做什麼 我相信它一定先跟美國商量 或者你要講報告也可以 所以美國也知道 而且它也樂於利用日本強大的經濟實力 去削弱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在中亞的一些地緣政治經濟的影響力 是 好 針對這個黃老師剛剛提到說 美國到底有什麼樣的角色 待會兒我們會請莊老師來詳細幫我們說明 那我們再來看到原本日本政府是有在協調 說要在哈薩克召開中亞五國首次的首腦會議上 推出您從圖卡當中看到 包括了物流順暢化 去碳化 人才培養 這三個領域為主的經濟支援的措施 好 這個動作被解讀是在減少對於鄰近中國 還有俄羅斯的依賴 深化天然資源豐富的中亞國家 好 請教中老師 您怎麼看說日本政府它這個舉動 那美國是背後的英武者嗎 是 有一個笑話是這樣 他說用戰爭來判斷每個國家的一個屬性 這個戰爭就是美國想打誰他就打誰 那中國則是誰打他他就打誰 那麼英國則是美國打誰他就跟著打誰 至於日本是誰打日本美國就打誰 就是說從所謂的 這算是一個笑話 但是所謂從戰爭的一個發起態勢來看 基本上日本還是美國的富庸 特別是美日安保條約 那在美日同盟的架構裡面呢 又升級為更全面的一個夥伴關係 所以說日本是美國在東亞最扎實的盟友 並不為過 儘管在二戰時代兩國是死對一頭 那今天很多人問說 美國為什麼敢放心讓日本勢力進來 其實因為美國跟中亞諸國有所謂的這個辛仇舊恨 有這種歷史的糾葛 有美國人出變 事情不好辦 那東亞裡面也不可能叫韓國去嘛 更不可能叫台灣去嘛 那日本在政經實力是比較全面的 而且有相關的這個商業集團 商社 製品品牌 比較容易去發展 特別這一次還冠上一個這個去探化 所謂的ESG的一個時代潮流大帽子 讓這個行動比較合理化 比較有那個時代價值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這個中國它也不是軟柿子 也不是吃素的 因為這五個國家包含 塔吉克 烏茲別克 哈薩克 吉爾吉斯 還有土庫辦 這五個國家可都是所謂的 一帶一路的一個發起國 跟中國的關係非常的扎實 而且是長期的盟友 另外一方面呢 所謂的上海合作組織 上河組織呢 除了土庫辦不適之外 其他這四個國家都是上海上河組織的成員 就好比說今天國民黨跑去高雄 台南 拜會的一些地方莊角 那是民進黨的一個鐵票區嘛 那國民黨去那邊拜會莊角 不認為就能夠把民進黨的莊拔掉一樣 所以說美國跟日本有這樣的動作 其實也不足為奇啦 因為你來我往嘛 今天中國都到美國的後院去活動了 比如說在墨西哥成立電動汽車廠 在秘魯呢 這個協助建設港口 也想辦法爭取到巴馬運河經營權 那美國跟日本也會心癢癢的啊 這個你來我往 我也必須這個來而不往非禮也 我也必須到你的後院去動一動嘛 才表示雙方能扯平啦 是 好我們接下來就來看到他們實際動作 原本呢岸田文雄是要大動作帶著50個企業家要到中亞 但是現在俄羅斯這一頭強烈的反彈 踩到他們的痛腳 我們來看到這是俄羅斯外交部的發言人 扎哈羅瓦 他說在日本試圖跟中亞國家加強聯繫的背後 俄羅斯所看見的不是所謂的經濟利益 而是由美國政府受益 日本來執行的破壞行動 目的在損害中亞地區已經形成的對俄經濟關係的體系 並且呢把中亞國家拉向了反俄、反華色彩 還有這個西方的意識形態 那俄羅斯現在其實呢就是已經感受到說 現在中亞五國是不是離他們越來越遠 那針對日本這次提到的 剛剛包括黃老師幫我們提到的這一條離海路線 想請教將軍你怎麼看他的戰略意義 我覺得日本這次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我特別要講 如果說是就全球的戰略眼光來看的話 那以前馬漢提的是海權論 誰能夠掌握海洋 誰就能夠擁有財富 所以我們看到不管是美國、英國都一直在發展海權 那另外英國有一個地緣戰略學家叫麥金德 他提的理論是陸權論 他陸權論的理論就是說 歐亞這三個路塊板塊 誰能夠掌握這三個板塊的中央位置 誰就能夠掌握到全世界 那現在是這塊板塊的中心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中亞五國 也就是說中亞五國是非常重要的 那為什麼曼英德提出來以後 事隔上百年 但是沒有一個國家是真的有這個實力控制這個中亞板塊 因為這中亞板塊這個地方有它的複雜性 第一個來講的話 它資源不夠豐富 然後民族、種族也都非常的複雜 所以這種狀況下不太容易掌握到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掌握到這個地方 可是我特別要說明 這個這個地塊來講的話 那全世界各個強權國家來講的話 也是寄予這塊 希望能夠掌握到中亞五國 因為它不管 畢竟未來來講的話 當這個以前是靠駱駝啦 現在來講如果說有鐵路發達之後 鐵路也是一種運輸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溝通財富很重要的手段 所以說全世界的強權國家 都想要擁有這塊 掌握到這塊這個 這個歐亞、中亞地區的板塊 那我們看到 我為什麼說它是竹籃打死水一場空呢 第一個 我們就俄羅斯來講的話 它絕對不會讓這塊它的後院 流入於美日的手中 所以說去年來講的話 雖然說在俄物戰爭開戰沒多久 2022年的時候 哈薩克自己本身發生一場暴動 那這時候誰去幫他平亂的 就俄羅斯去幫他平亂的 那我們去年看到 這個習近平去參加上河會議裡面 特別到塔吉克去 那塔吉克我們都認為是一個 沒什麼了不起的一個大國家 但是習近平去對他做國際反握 習近平跟塔吉克講了什麼話 我們是肝膽相造的好兄弟 所以你就知道說中國對這個地方來講 是非常重視的 尤其是由於這次俄物戰爭 俄國的勢力慢慢退出了 中亞這塊地域來講的話 中國趁機已經趁機而入了 我們看到中吉烏鐵路已經在這邊開建了 那這種狀況來講 就是我們現在路上所看到的 這條這個動脈鐵路已經 也就是說離海路線了 他到達這個 這個離海的右邊這個土庫曼之後 然後後續來講通過離海 到達這個塞爾維亞 然後到這邊到歐洲去 其實也就是以前馬克波羅的 思路路線這塊路線 那我個人來講 因為這塊地區來講 目前來講人民的這個GDP還不是很高 它經濟來講還沒有完全開發 但是它有很好的礦產 包括金礦 包括釉礦 包括這個天然資源 包括石油天然氣都有很豐富 可是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你必須還是要靠有運輸手段 才能夠將它運輸出來 那日本到這個帶著財團到這邊來 當然可以對這些國家的開發 有所幫助 那這些國家勢必也願意歡迎 可是關鍵就是說 你這些生產出來的東西 還是要靠入運的手段 才能這將去 要有出海口 才能夠將這些的這種 開採出來的物資提煉完之後 然後再運送到世界各國去 然後才能夠賺取你的財富 所以我個人來講 第一個在政略上面來講的話 中國跟這個俄羅斯來講 畢竟在這塊已經經營了很久 已經經營了很久 所以說習近平他提出他的一帶一路 所以說海上絲綢之路 那經濟帶就是陸上經濟帶 他已經支援 他已經在這地方經營了十幾年 他絕對不會讓這塊已經經營到了 成功到手的一個 然後讓給美日這些國家 那俄羅斯來講 也絕對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是 日本正式打這個算盤 當然很可能到最後 當然他想說是在中亞地區插旗 有它的影響力 可是我想說在中俄兩大權 現在已經背靠背的狀況是這樣 應該不會允許日本或者美國勢力 在這個地方有插旗的空間 中美霸權之爭打到海底了嗎 全球有95%的洲際數據傳輸 就是透過海底電纜來完成 所以海底電纜就成了美中科技戰的核心戰線之一 那我們來看到華爾街日報呢 特別用專題報導說 華為的子企業華海通信 拉了9萬4千公里的這個海底電纜 再包括了非洲、歐洲、中東、南亞、東南亞等地 有134個已經完成的項目 那按照華為過去的發展 他說很快就會追過很多的公司 並且搶走市場 過去在海底電纜的這一塊 美國確實擁有全面性的優勢 但是外界也在推測說 按照北京一向都很習慣打這種超限戰的模式 華海通信透過了政商合作 尤其是您看到跟這個三大國有電信、營運商的大力支持 所以它降低了製造還有鋪設海纜的成本 要用這種掠奪性的定價策略來搶佔市場 好 華老師你怎麼看說這個海底電纜 即將成為華為他們要全新發展的全球事業 這個我們先看更高一層 就是海底電纜到底被視為什麼東西 基本上只要是有一點能力的國家 或有需求國家都把它視為是 國家的關鍵資訊基礎建設 而且它是很重要的一塊 因為剛剛也講了 95%是海底電纜在運送資料 現在當然你看到什麼新鏈計畫等等 但是這個不只是費用高 而且不是每個國家都承擔得起 像我有個朋友在非洲 他因為這個網路訊號不夠 他被迫去買新鏈 一個月在非洲 它的一個月花費應該就是一百多美元 只是新鏈 而且還有那個數據的限制 量的限制等等的 所以它其實不是那麼的方便 更不用講說它在這個傳輸過程中 一樣可能會有被截取的可能 好 那講回海底電纜這一塊 華為其實它的這個華為 它叫華為海洋通信公司 它現在是全世界應該第三到第四大的 這個海底電纜鋪設公司 而且它搭配著華為的5G的技術 所以這個海底電纜跟5G的技術 還有它相關的這些基礎設施 程式等等 如果是一套模組的話 其實一直有人在講 萬一美國全面的抵制華為的5G 跟它的盟友一起的時候 華為或許可以發展出自己一套 華為自己的5G加海底電纜 還有它整個軟硬體整合的系統 那這時候你用華為 特別像譬如說非洲的一些小國家 你繼續用沒有關係 不用擔心 美國要求你去買美國的那個 比較貴的東西 這個是當然沒有發生 我們不知道 華為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呢 華為不會告訴我們 但是確實是美國擔心的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 從2012年開始已經處處 在防止華為取得比較重要 關鍵性的這些海底電纜的鋪設 有成功的有失敗的 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有時間細講 但是很明顯就是說 現在衛星還沒有辦法取代 海底電纜的這個時候 如果華為它自己可以有個自己的體系 然後它的成本又低 再加上華為像美國懷疑的 如果它可以有自己的海底電纜訊號傳輸的監控設備 甚至在必要時候讓訊號可以反傳輸回去 必要的時候 美國會擔心 但是美國擔心人家是為什麼 因為美國自己知道自己也做得到 然後它還有它自己像海狼級的潛艦 當然俄羅斯也有 它們可以接近海底電纜 據說可以截取電纜裡面的一些相關的數據傳輸 然後大家都害怕對方會這一招 所以美國千方百計阻擋華為 但是華為現在的海底電纜的事業 它從亞非歐等等處處下手 我看美國現在沒有辦法即時的防治 好 說到美國的行為 我們再來就要看到的就是Google的這項計畫 Google在今年的4月宣布一項10億美元的計畫 說要打造兩條連接日本、關島和夏威夷的海底電纜 那這項計畫還是由岸田文雄跟拜登共同宣布 傳出說本來有一條要繞過香港 但是美國覺得有問題 所以到了台灣菲律賓就停下來 看起來像是形成一個海底的電纜攻防站 那另外全球最大的再生能源和書電計畫 終於獲得澳洲當地的重要環境批准 以4300公里長的海底電纜 將澳洲豐沛的太陽能力呢 穿過了印尼輸送到地下人籌 比較需要綠電的新加坡 好 我們回過頭來要聚焦的就是 這一場海底冷戰開打 海底電纜成為了現在美中科技戰的核心戰線之一 好 詳請教一下 莊老師你怎麼看說 Google的計畫 現在是不是已經觸發這深海裡頭的美中對抗了 這個深海裡頭的美中對抗 有人把它形容為一個隱形戰爭 看不斷戰爭 也有人把它形容成是數位時代的冷戰 各位知道在二戰以後 全球主要國家分裂成共產跟民主兩個陣營 一個是蘇聯為首 一個是美國為首 展開對抗 那我們數位時代也有可能類似這樣的冷戰 不過很多人對於海底電纜還是很陌生 因為都認為 現在不是5G時代無線通訊嗎 為什麼還要有海底電纜 事實上呢 以我們台灣為例 連外的海底電纜就有14條 也就是說我們每天在這邊5G的無線通訊 但是我們連到國外 不管是網路購物或是觀看影片 還是必須透過海底電纜來 所以在去年5月發生了這個 中華電競的兩條電纜被扯斷 馬祖斷網事件 當地的這個馬祖的朋友 就整整50天上網非常辛苦 直到跑去圖書館利用公家網路資源 因為那個政府還有微波備員來協助他們 熬了50天才勉強過去 所以不只是這個美中對抗 其實在我們國內也有很多人在探討 萬一哪天台海發生了軍事衝突 這麼不幸的狀況 那這些海底電纜會不會優先攻擊的目標 在所謂超限戰或不對稱戰爭裡面優先被斬斷 來影響到國家資訊基礎建設 那當然從此進一步來發展 也就是說美國跟中國方面在這方面的角力 也是非常的一個劇烈 那當然在川普 美國總統川普時代有一個乾淨網路政策 所謂的Clean Network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要經過美國政府認證的廠商 它包含不同項目有不同的認證 總之不管什麼項目 不管什麼廠商都要美國政府認證 才能參與過這個電纜建設 基本上是把華為排除在外的 主要有兩個理由 一個是國家安全 也就是所謂自訊安全的顧慮 另外一方面呢 只是商業理由 因為要棒打出頭鳥吧 今天華為是這個排名第一的 首屈一指的中國廠商 把它打壓 然後避免衝擊到國內廠商 所以明目上也有可能資安 但事實上可能是商業考量 總之這個隱形戰爭或數位時代冷戰呢 我們不能輕忽 不能因為我們看不到 就不認為它的存在 是 其實呢 海底電纜這個行業的技術門檻很高 那建設難度也很大 只有這個美國、日本跟法國 擁有比較完整的產業鏈 所以過去市場上 就是被這三國的這三家公司所掌控 那眼前 美中交鋒的戰線延伸到海底 美國為了防止大陸竊取數據 所以呢 現在海底的電纜要去中國化 好 我們要請教立將軍 你怎麼看說美國的這個擔心說 海底電纜會被中國的維修船來造竊呢 我首先說明一下 海底電纜對我們人類有多重要 我們都知道中國有一句話 叫做要致富先造路 這邊路是什麼路呢 我們以前講的路是鐵路嘛 這個海洋的運輸嘛 空中的飛機嘛 然後油管的運輸 還有這個就是管線的運輸 就是油管的運輸 運輸石油 其實我覺得這五種路之外 現在最重要的是網路 也是一種路 未來的世界可能誰能夠掌握到網路 你才能夠掌握到人類的這種科技跟資訊 來講的話 如果現在萬一一旦沒有網路了 那我們人類生活可能跟現在來講 會變得天翻地覆的改變 就像莊老師所講的 上次馬祖因為斷網 50天 那時候不管旅遊業 想要訂房間也沒辦法訂 然後金融業也 所有訊號全部斷掉 那時候確實造成馬祖很大的困擾 那我們從這件事情來看的話 你要知道全世界現在來講的海底網路 總共有40條 然後有多少呢 有130萬公里長 已經鋪設了海底網路 雖然說我們講說是這個5G 可是我們的5G信號 只是到我們一個基地台 從基地台到國外的基地台之間 還是靠海底網路在傳輸的 那我們台灣現在來講 我特別要講 這個我們雖然說 大家都以為說是有衛星 你知道海底網路跟衛星的 這種運輸量差多少嗎 差的是1000倍 也就是我有一條海底網路的 纜線來講的話 我的這個傳輸的數據的數量 是天上衛星的1000倍的速度 那我們台灣有算過 如果說萬一我們台灣海底染線 這個都被切斷來講的話 我們有曾經想要學烏克蘭 就是馬斯克提供我們這種 星鏈衛星要120顆以上 才能夠取代現在的傳輸量 那事實上是不太可能做得到 所以海底染線在未來世界是 在未來的這種科技通訊來講 是非常重要 因為包括到醫學 包括到金融 包括到傳輸 甚至於旅遊 各方面來講 你可以說現在沒辦法斷掉這種網路 我特別要提醒 除了馬祖之外 大家記不記得 在上一次 在前兩個月 胡賽組織因為跟這個 協助這個加薩走廊的反抗 就是他們把紅海 經過紅海地方的海底染線 切斷了四條 那時候也是造成全世界一片混亂 還好那時候因為海底染線 有透過別的染線 阿拉伯那些染線 或印度的染線 然後把它轉接過去 後來再把它修好 當然海底染線有它的優點 但是有它缺點 缺點就像主持人剛剛所講的 它的經費非常的高 它的難度也很高 事實上不是很容易的 那講到難度我特別要講一件事情 華為它現在它的傳輸的速度 是這個法國這Nokia的這種 我講一個數據 它傳1.2T來講的話 它傳3000公里 然後Nokia只能傳180公里 所以未來的這種傳輸能力來講 華為是遠遠遠超於 Nokia的傳輸能力 好謝謝三位專家精彩的點評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這一節焦點要帶大家來關心到 在美國眾議院批准對中國大陸的 大江無人機的禁令 一個月後 美國參議院決定將這個禁令 排除在2025年財政年度 國防授權法案之外 什麼意思呢 就意味著說這個大江無人機 未來一年不會被禁止 進入到美國市場 暫時結束了在美國 被全面禁受這樣子的風險 那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包括了各地的急難救助人員 還有當地的農民 紛紛發起了行動抵制禁令 他們指出 美國製的無人機 包括這個技術和能力呢 是遠遠比不上大家無人機 那看起來說 美國官方是想盡 但是民間忠實的用戶 紛紛抗議 反對把大江無人機 趕出美國市場 好 黃老師您認為說 這個美國是不是現在 還沒有準備好 要擺脫對陸製無人機的需求 很明顯美國當然沒有準備好 我們先從價格來看就好 美國一般的私人用的無人機 就是差不多中上水準的一台 大概在一千出頭美元 但是大江的只要三百多美元 差了大概三分之一 那如果是比較高階的 大概美國的可以 一個可以賣到大概三四千美元 但中國大陸只要大概一千出頭美元 所以這個差距是很大的 更不用講說裡面的系統的整合 還有更重要的 就是大江的機器 我不敢講每一個型號 但大部分型號 你要買它就擺在那邊了 你可以說是大江的這個 overcapacity產能過剩 但是美國就是有 你要買美國自己的牌子 對不起很多你還要等 所以從方便性來講 從它的性價比來講 更不用講說 它裡面的這些軟件的技術 還有包括它偵測 還有包括跟你手機的等等的配合 其實大江跟美國的這些比起來 其實這個是很划算的 而且是他們可以馬上上手的工具 所以當然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國包括像 必須要在空中監測它農作的狀況 還有撒藥的農夫 還有包括要看這些造橋鋪路的狀況的工程師 然後還有像警察局消防局 還有山林救災的 各式各樣的 他們都需要大江的無人機 所以很多很多社團的反對 導致了美國參議院 最後把這一個禁令把它撤除了 而且美國它的這個準備 它其實它主要是放在軍用無人機 所以你看它那個大型的軍用無人機 做得真的很好 雖然說也被擊落過 但是哪有飛機不被擊落的 它透過它自己中小企業的創新研發計劃 鼓勵只要是預算 每年年預算在1億美元以上的部會 要抽出大概2%左右的預算 留給研發 這研發裡面有小部分分到了無人機 但是緩不計及 而且美國之前真的是以軍用的為主 所以就造成它的這個造價高 然後民間不好用 再加上數量又少 所以中國大陸趁虛而入 美國也只能舊的現實 把這個東西吞一吞 好吧 就裝作沒這件事好了 船過水無痕 但是當美國有能力的時候 美國應該還是會盡量去阻止 大江無人機繼續在美國銷售 是好我們說到大江的話 我們就要進一步來看到 這大江的創辦人汪濤 他的身價大約54億美元 被譽為是空拍界的賈伯斯 這個大江無人機在全球的市佔率 是超過7成 全球第一 雖然是被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 還有軍方跟聯邦監管機構 貼上了有國安風險這樣的標籤 但是當時 美國的企業 地方政府 業餘的無人機市場 其實大江的市佔率 到了七成到九成之多 那總部位在大陸深圳的這個 大江創新就說 把無人機最大製造商逐出市場 那美國的無人機生態系統 就會出現真空這樣的狀態 還說這項禁令呢 可能會對美國造成數十億元的損失 影響到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 但是我們光看這個市佔率呢 是否顯示說 這個大江目前在美國的市場 還是很難取代 江君你怎麼看 我特別講 隨著時代的進步 現在來講很多經濟 其中有一種新興的經濟 叫低空經濟 那我們都知道低空經濟 可以做很多工作 譬如說是 就像剛剛我們講的農業上面的監測 救災、房災 那甚至於連Uber 都可以用低空經濟來做運輸 對不對 如果說你定點來講 然後我們叫Uber 它就可以送過來了 然後空中運輸 甚至於說是 像這個中國來講 然後它發展的無人機 甚至於已經可以做人了 就是短程的這種城市裡面的運輸 當然這個交通管制要管制 所以我覺得未來來講的話 低空經濟是等待 我們有關商業界 可以去很認真開發一塊商機 所以未來來講有很大的幫助 那美國來講的話 當然在這一步驟來講 它起步的是比較晚 因為一開始的話 我特別要講 美國很多的科技 它都從軍用才轉到民用 它不是從民用轉到軍用 我們不管說是核子武器 現在核能發電 最早它是為了做核子彈 才把它轉成民用 最早的話 我們知道無線電這個東西 它是為了英美地區 為了德國的這種 20世紀大戰 防止德軍的入侵 它才發明了雷達 後來才把這種雷達轉成是商用 船上面用的雷達 或者飛機運轉的這種設施 甚至最早的時候 歐美國家發展的飛機 也是為了說是軍用 所以美國他們 是為了要軍用 然後將這軍用技術發展出來後 轉成民用 但是這是大家剛好相反 它是原來就是 原來是以民用為主的 對不對 為了民生為了經濟發展 然後但是慢慢被轉成軍用 這個差別就很大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美國的無人機來講 都是軍用型的為主 那它民用這塊 它發展起步就比較晚 當然它起步比較晚的話 它從軍用的零件 要改成民用 它成本就會比較高 那民用來講的話 它的供應鏈或幹嘛 就比較大眾化 因為一般的這種公式航號 或者一般的供應鏈廠商 它就可以生產 所以它成本自然就降低 但是它為了說是慢慢慢慢 它能夠有更多的用途來講 譬如說是它從原來只是 這個只是拍個照片 那以後來講 它希望能夠送個急救的物資 然後之後來講 它甚至於現在來講 可以做空中的這種計程車來使用 它的技術慢慢來擴大增長 所以我覺得說是 大家之所以發展成功 是因為它從民用型慢慢 但是它也沒有要設計軍用 只是說被當作軍用 你知道就像這架 在吳恩基來講的話 我飛到一個定點來講 我很清楚這個地方的坐標的位置 那就可以提供軍用的火炮射擊的坐標點 那不是說是它要做軍用 而是人民把一些民用的東西 拿來當作軍用用 所以說你說這種東西來講 到底是軍用還是民用 很難有個界限 對不對 這個你甚至於說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你說應要定位成軍事用途來講 很多東西也可以 就像我們拿個手機 你也可以當作無線電來使用 所以我覺得說是大江來講的話 當然它第一個成本就比較低 供應鏈比較充足 再來它逐漸的技術比較發達 因此來講 美國想要在這個 將這個吳恩基 從它的這種商用的形態 來跟大江做競爭來講的話 可能在成本技術上面 還有一大段的距離要趕得上大江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很難 因為大江依照我的這種經驗來講的話 以前來講我也玩過大江 比如說我們去旅遊 一個空拍機跟在旁邊拍 或照相幹什麼的 這個這個 那時候我就用過 所以我印象中 大江最少有十年以上的 這種發展的歷史 那美國現在你才發現說 這個東西未來是很大一個商機 然後你現在再逐步來改上的話 我覺得有它的一個難度 也有它一個落差的世代 要趕得上 是 立江君我想補充請教你 就是因為美國其實現在有找一家公司 叫安竹 它想要企圖成為這個大江的替代品 結果被發現說 這裡頭有一半的零件 就是來自中國大陸 那軟體也是很多是來自中國大陸 對 所以我剛剛特別強調 因為這個它是從最早的時候 大江它純粹只是一個玩家型的無人機 那它慢慢慢慢 因為我商機越來越大 所以說它的零件供應商就很普遍 其實不見得是大江提供它的一個供應鏈 包括大陸很多的廠商 它會提供這個供應鏈 那大陸來講 也不只是一個大江這家無人機的公司 也有很多的無人機公司 只是大江來講名義比較大 那它供應鏈就很普遍 所以相對來講 它的零件就比較便宜 那美國這家想要取代來講的話 其實不只是光美國這家無人機公司 用大江的零件 包括我們台灣 上次我記得賴清德去 國防工業去參觀的時候 然後他們特別載這家無人機 結果沒想到 上面一看 那個零件供應商也是從大陸過來的 所以他們來講的話 這個零件供應可以說是全世界來講的話 都避免不了 那美國來講 你想要有便宜的這種零附件 要有便宜的供應鏈來講的話 那勢必是要跟中國來採購 這是避免不了的 那軟體這個程式來講 也是必然是這個樣子 好看起來這個依賴眼前是很難甩掉 那我們來看到的就是包括了 說剛剛提到了 在美國宣布說不封鎖大江 中國商務部的消息 將從9月1號開始 要調整無人機出口的管制措施 包括要把高精度的慣性測量的設備 增列入管制範圍 取消特定的消費級無人機 這樣兩年的臨時管制 不過想請教莊老師說 美國現在打算要取消這個大江無人機嗎 結果中國就在這個時候 他就加強了這個無人機的出口管制 這背後想展現是什麼樣的聲音 其實有一點可以先插播 剛剛提到大江創辦人王濤是大陸人 但他現在總裁羅正華是台灣人 那按照我們過去台灣之光的定義 好比棒球投手王建民 或是麵包師傅吳寶春 這個我們要好好支持才對 所以我們台灣另類之光 當然這是玩笑話 其實剛剛主任提到的 這個一方面美國開放進口 那中國卻是加強管制 市場這兩者並不是同一個平行線 美國開放的是這個取消禁令 是一般民用的 那剛剛黃老師也提到 大江在事業各地大行其道 市占率將近七成 無非是最大碗 好用又便宜 那CP值很高 那因為美國家央管制 搞了這個民怨士氣 包含救難隊或榮用的都很麻煩 那中國方面加強管制則是 倒不是說不想賣到美國去 而是對於高精密 所謂的這個慣性測量儀器的一個管制 還有提到一點就是說 如果民資或英資這些無人機 會被用在恐怖主義 或者是大規模殺傷行動 甚至軍事用途 就應該要把它禁止 為什麼呢 因為在俄乌戰爭這兩年多來 不管俄羅斯或烏克蘭 雙方都有使用中國的無人機 作為互相交戰 而且這個評價還不錯 那當然這個很無奈 因為它賣的都民用了嘛 就是我們台灣街頭衝突 有人拿出球棒導毀車子一樣 或者有人拿出西瓜刀追砍對方一樣 因為球棒跟西瓜刀 都是一般民間用途 可以打棒球 也可以拿來切瓜嘛 你要拿去做違非作材 無法管制 但中國政府率先發佈了 民資因資用於負面用途要禁止 基本上是兩回事 不過有一點值得一提的就是說 其實剛剛麗將軍提到那個事件 在今年三月 我們的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去嘉義 視察我們的無人機國家隊 在研發中心看到我們呈現了一個最新的成品 這個是我們台灣的驕傲 但是很不巧的這個螺旋槳下的驅動引擎 寫的Made in China 倒不是說那是大疆的東西 但是卻是中國產業鏈的一環 因為中國在無人機領域能夠發光發熱 主要是垂直產業鏈 水平產業鏈 非常完整齊備 包含控制元件 驅動馬達 機身設計 導航引導設施都非常完備 所以呢 我們就非常尷尬 當然啦 當時我們政府答覆是 會慢慢把它汰換 然後呢 用我們的民族產業鏈 來取代紅色產業鏈 那是不是如此 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是 好 更多精彩內容 我們稍會休息一下 稍會回來 好 這一集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到 波音在6月初用星際飛機 當時搭載了兩名太空人 登上了國際太空站 但是 這人送上太空之後 什麼時候可以接回來 現在真的是遙遙無期 那現在NASA的最新說明是說 恐怕要待到明年的2月 再搭到時候對手SpaceX變車成龍號 回到地球來 然而波音呢 現在表明說 他們強烈不同意NASA這樣子的評估 認為說自家星際飛機的狀況很良好 是能夠完成這一趟首次載人往返的任務 那這回的太空任務對波音造成了很嚴重打擊 外界的觀感也不太好 原本他們講了很多的原因嘛 但是現在時間越拖越久 原本想說最多8天 結果現在要半年 這也變成這個沒有期限的停留 那當初發射的這種歡欣鼓 莊老師您看 現在是萬般無奈 是的 我從一個朋友的這個損失來看 他買了不少的波音股票 那他圖了就是說 在COVID-19疫情解除之後 全球有市場復甦 所以趕快進場 那但是呢 肆於願違 當年在疫情前的時候 波音的股票還有400多塊 但現在呢 一絕不振 只剩下168而已 所以那個朋友 叫苦連天認為 怎麼會沒有因為疫情解除 經濟復甦而帶動呢 事實上波音公司 自己有很多trouble 包含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太空船事件 那事實上他那個 波音737 MAX的組裝有問題 還有其他激情設計片被禁飛 還有這個 有一些組裝瑕疵也被起底出來之後 形象遇到很大的考驗 那特別是美中交惡 原本期望說中國冰箱業者大量採購 但是轉了 結果他們轉了跟歐洲的Airbus 這個空中巴士採購 所以是很大的衝擊 那麼另外一點 值得我們思考就是說 過往我們都認為太空是屬於美國人的 雖然太空名義上是屬於大家 但是美國人在管的 怎麼說呢 我想主持人也知道吧 從你 兩位來賓也知道吧 從我們小時候到大 看了那個 太空有關的電影 應該都美國人的主角吧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Star War 星際大戰或Star Trek 這個我們翻譯成什麼 星際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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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呢 這個跟外星人作戰 也都是美國人一馬當先 還是美國人打贏 對不對 美國人帶領大家 美國人打贏外星人 雖然說 太空是屬於全世界 但是美國人在掌握 在管的 誰知道有這麼一天 儘管影視作品塑造出美國人是太空的主宰者 但是這幾年來 中國也不是無下阿謀 我想有一點叫做流浪地球 應該有聽過吧 2019年是第一集 那2023年是全傳 第二集 那不管我們看到這些影視作品 都無非是描述出 是由美國來主宰宇宙世界 太空有他們說一就一說二就二 然後是一個我配合他們來行動 但是在流浪地球裡面看到 剛好整個故事在翻轉 中國主導 然後呢 各國來配合 那也邀請了大量的外國明星來參演 完全把它一個相反的一個操作手法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呢 中國確實有底氣 在太空市場裡面 這個跟著喊架了 已經不是習近的小朋友 現在已經長大變大學生了 所以關於種種我們值得觀察 也就是說 現在的世界 特別是外太空 已經不是美國一個國家說了就算了 是世界各國可以共治了 是 好我們繼續來關心這個波音的星際飛機 過去兩個月就一直停靠在國際太空站上 那因為在飛行期間出了一些包 像是包含說 駭氣洩漏 還有推進器故障等等的技術問題 這兩個多月的時間過去了 但是大家也在好奇說 可能不只是這兩大問題糾纏而已吧 麗將軍你怎麼看 是不是背後還有更大的狀況 有沒有這可能性 我特別說明一下 這個來龍區派是怎麼回事 美國NASA 他自從停止他的太空說計畫之後 他認為說我不要NASA不要來做 我外包給廠商來做 然後讓你們來競爭 對不對 你們來比賽 我在這邊來講我外包給你們 就是說有兩家公司要來做 連一家是波音 一家就馬斯克的SpaceX 對 這兩家公司來競爭 那其實NASA比較偏心波音 他給了他42億 那給這個SpaceX只給他24億 好這兩家公司開始來做了 那現在來講 他們就是取代以前的這個太空說 在人的太空計畫 那到哪裡去呢 就是到太空站 國際太空站 那很有意思 這個國際太空站 總共有六個接口 就是飛船過來 跟它對接的接口總共有六個 其中四個是俄羅斯的 美國自己只有兩個接口 美國只有兩個接口 那這個接口很奇怪 就俄羅斯的飛船不能去接 接美國的接口 美國的太空船也接不上俄羅斯的 那所以說美國來講 只有兩個接口可以用 那現在這兩個接口 有沒有飛機呢 有沒有太空轉來用 一艘是誰的 一艘就是這個星鏈的SpaceX的太空船 已經接上去 所以它已經接上去一個 那人在裡面 那另外一個接口 就是這家出問題的波音飛機 接上去 那出了問題之後 這兩個太空人 其實太空站裡面還有其他太空人 就這兩個太空人 就變成很尷尬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是波音的這種飛行員 那我們要回地球 我們這家太空船出了問題 那我不敢做這家回去 我做對手 對我做這家回去萬一 飛到一半 在下地球的時候 在這個大氣層裡面燒毀了怎麼辦 那我一個選擇就是 做我的這種 做我友軍的 這個對手廠商的 這個SpaceX那一架太空船回來 這是第一個選擇 那它又覺得很沒面子 它本來就是跟兩個是競爭對手 那證明說我這個波音公司又失敗了 它飛機已經很慘了 如果在太空船這個事業來講 它又沒面子 又競爭輸給這個馬斯克的SpaceX的話 它多沒面子 所以他們現在想辦法研究出來 這個海基怎麼樣去修 它是在地面上面模擬太空 那一架太空船 出這個問題 我這樣解決 他認為說可以修得好 結果搞了這麼久 還沒有修好 那現在他們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做SpaceX那一艘太空船回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搭俄羅斯的太空船回來 那更沒面子了對不對 那俄羅斯越來越讓它搭回來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就是它把這一艘太空船 它原來的這種波音這一家 這個Starlank這個丟掉 讓它自己無人操作讓它自己回來 如果能夠成功降落就成功降落 萬一不能成功降落的話 稍微最起碼沒有人在裡面 那它把它的這種另外一架這個9號 它這一架是8號 它9號升空的話 上去以後也是在人的 後續的太空研究計畫在人上去 好像有四個準備搭9號的這一架上去 上去又對接以後 那那兩個太空人 就已經在上面那兩個太空人 就沒有車回來了 就是等到說是這一架要回來的時候 搭人家的這個變車 搭下一班車啦 意思就是說搭下一班車回來 但是總而言之 這件事情突顯了 其實沒有太空人是生命是沒有危險的 遲早回得來 只是突顯的是說 這是波音它這個計畫來講的話 一個失敗 那我們要探考是說 為什麼波音這個這麼嚴重的事情 會產生這麼大的突出 我覺得就是因為商業外包的關係 因為商業外包 這個波音公司 它是一家民營的企業 民營企業很簡單一個原則就是 我要有錢賺 我要賺到錢 所以說它這架太空飛船做的的時候 那聽說啦 我聽說它用的是哪一家公司 哪一個國家零件來組這條黑光轉 它用的是土耳其跟印度人 我老天爺 你用印度零件你居然敢用 難怪會害去漏氣 那為什麼會用土耳其或者是印度人 因為它的這個器材比較便宜 如果說我這個東西在美國生產來講的話 我這個零附件會比較貴 所以說它用印度或者土耳其零件 那造成這次的失誤 我們都知道土耳其有時候 或者是印度畢竟來講 它的工業精密度要求 沒有像先進國家這麼嚴謹 那是不是因為這方面出了問題 那當然也有可能說是 它在採購的過程之中 是不是為了節省成本 用的這個零附件來講 用的廠商來講 沒有經過很周圓的設計 當然我相信波音這個問題 不只是載電在它太空船方面 在它飛機上面也出現類似這種問題 它為了說是節約成本 它用的零附件可能都有問題 或者它組裝的工人 有偷工減料的這些行為 甚至於像這些情形 都發生在美國的戰機上面 又發生類似這種情形 就是說我為了節省成本 我用的零附件 我用的工人 我組裝的過程之中 沒有那麼成本 其實它第一次來講的話 合理來講 它發現問題以後 應該這一架太空船 應該全部拆掉 然後重新再組合起來 才能夠確保安全 但是它為了節省時間 它就沒有說很認真 說駭氣外洩 其實它們在地面發射以前 已經發現駭氣外洩 它處置就是什麼 它處置就是 總好看 後來發現說是 我大概舉例來講 譬如說 我有10公升 這外洩一公克影響不大 它就把它發射出去了 那為了什麼 為了節省成本 那現在來講的話 你在上面 我覺得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人是可以回得來 只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回來 那第二個影響比較大的 就是這個 以後未來在這段時間裡面 美國自己的太空計畫來講 一定會受到拖延 會受到阻礙 因為下一批太空人 可能要晚好幾個月才能上得去 現在說到明年2月 那包括說可能耶誕節新年 好像都要在上面過 滿可憐的 我們另外一頭要來看到 大陸與俄羅斯在太空事物的合作 現在又進一步了 雙方首度舉行了 和平利用外空的事物磋商 那俄羅斯這邊表示 雙方就加強外程太空利用 還有探索問題 以及確保外太空利用 和探索領域的安全達成了一致 那此前 俄羅斯總統普丁在五月份 訪問大陸的時候 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就提到 說中俄反對個別國家 將外太空用在武裝對抗的 企圖反對開展目的在於 軍事優勢還有將外空界定勇 在作戰疆域的安全政策和活動 過去美國不斷的指控 中俄的太空威脅 那現在中俄是聯手抗美 是反將一軍了嗎 黃老師 看得出來 美國在太空這方面 目前不能說孤立無援 但是真正在太空有實力 就他一個 他的盟友其實還不行 但是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手牽手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剛才您講到 普京今年五月提到的事情 其實擺明的就是 以美國不要在太空 做自己的軍事探索 或軍事的發展 可是反過來 美國已經包括他 NASA的主管 還有他國會的情報 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主席等等 都已經講了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在太空 做了很多對於戰爭 軍事情動是有助的事情 特別他們最近針對的是中國大陸 他們講中國大陸 從2018年左右開始 已經增加了一倍的 也就是增加了幾百顆的間諜 還有偵測的衛星 然後呢 不要忘記了 嫦娥6號剛剛結束 還有太空戰的問題 剛剛麗將軍講了很多了 總之就是美國一方 中俄一方 雙方各自在說 你們不要把外太空武器化 軍事化 雙方在這方面幾乎是沒有信心的 沒有互信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在這個外太空這些地方呢 我們看到的是 不只是這些外太空的軍事的用途 還有包括外太空的資源 譬如說人家現在在想月球上 怎麼樣去開發它這些表圖 一些的東西 長俄6號有帶石膜系回來 對 然後再加上外太空 它還是有一些讓人類 可以永續生存的一些條件 或者一些礦產在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外太空它必須 還有包括它的電子戰 還有偵測戰 還有包括它的一些反衛星等等 這都是外太空可以給這些強國來利用的 所以沒有一個地方是美國 俄羅斯或中國大陸可以自己獨佔凹頭的 所以雙方希望把對方壓上去 好 那最後一點就是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他們在這幾天的這個 所謂司長級的 和平使用外太空的會議 很明顯他們在討論 怎麼從國際法上我們講好 去把美國的主張壓下來 其中包括什麼 包括利用聯合國的和平 利用外太空委員會 他們會講好 他們在裡面的議程 惡中想要怎麼做 然後美國呢鼓掌難民 它在裡面也沒有辦法實現它的想法 那更不用講說 在外太空的這種國際法的制定 還有未來的主張裡面 只要中俄講好的話 美國其實說實在這個是實力原則 沒有實力國家講太多的沒有用 所以美國現在當然擔心 這兩個合在一起跟美國未來的主張